索尼Workman EX610 这款磁带机的发售量也是非常大的 它带一条液晶线控 有很多功能集成在液晶线控上了 所以说它去掉了液晶线控的话 它不可以调音色 不可以调度比 不可以调循环模式 我们前面的三个圆形的按钮 四个圆形的按钮 播放 停止 播放 异曲重播 停止 翻带 前进 后退 前后选取 一个电量指示灯 上面是一个锁定键 线控插口 我们先把线控放在一边 线控下次单独来说 我们来开仓 开仓的话是很简单 后期索尼的一个机芯 这款机芯的耐用度是非常棒的 首先我们来拆解 更换皮带 首先拆解第一步 需要把电池仓打开 把电池仓用镊子也好 用一字改锥 或者你们叫起子 都可以 挑住 挑开 挑开锁定位 然后往处推 电池盖下来 拆五颗螺丝 拆五颗螺丝 外壳上两颗螺丝 电池仓位置一颗螺丝 电池机身外壳下两颗螺丝 一共是五颗螺丝 只需拆这五颗螺丝就可以 其他螺丝不要动 然后我们从后边 往出揪 也需要指甲推一下 然后往上往上推 轻轻的往上推 开了 换皮带就很简单了 这个皮带不要画 这个皮带 心惊胆颤的拆这个皮带 哎呀断掉了 还好 手摸上这个皮带的感觉 还是不错的 没有发黏 最好是一次把它取下 看一下电机上 有残留的皮带去掉 现在需要刷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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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非常干净 然后是电机 电机 电机也得刷一下 它的字就没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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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洗 用无水乙醇 或者是吸板水 都是可以的 酒精的话 无水乙醇就是酒精 只不过是 含水量是非常低的 咱们一用是75%的 而无水乙醇的分析醇能达到99点多 水的比重是非常少的 因为水的比重少了以后 它挥发的是比较快 下面我们来放皮带 皮带我选的是对折1050.7的皮带 它原装的是0.6的皮带 7跟6都可以 0.7或者0.6都是可以的 必须放一块磁带 后期的机器 基本上换根皮带 就可以正常工作 一个日版的机器 日版的磁带 哦 换盘磁带 因为这盘磁带 是内录的 但是它录制的效果不太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 用的是 Maxer Type 1 U2系列 这个带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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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器需要洗一下 声音不是很大 来把相控 跨开 看来还是不大 我们来 用一些无水以纯 洗一下电磁器 声音还是不是特别大 然后 再洗一下刺头 刺头 刺头看上去是非常新 没关系 我们来擦一下 无水以纯 或者是 洗板水都可以 你 可以 闭嘴 看来 你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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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了 我们来把它装起来 装起来是很简单的 要把电池盒的盖子拆掉 然后把上盖扣住 注意锁定键 放到位置 一上电池盖 一上螺丝 就可以了 然后把电池盖子拆掉